繼續來看這件 這是海軍再來補發到強點案 說這位十岸的世丹的事 因為在外面欠責務 讓中國的情報組織來吸收 由日空二十年的四月 到日空二三年的二月這段時間 運用這部的方便 打領到海軍 為你的疑難和病棟的資料 然後用通信軟體 團合中國的情報人員 又控告說 中國對台灣的信討和威懾 不適合飛沿至機閣 後續會配合調查 而且加強部隊理財的教育 使用秋季將海軍在宜蘭和病棟 頂頂的基地資料協議 在這裡通過LINE和Telegram的通信軟體 團合發明 協務經理中先生的中國情報單位 總共得到十七萬不發的理由 發現了這些異常的一個狀況 那麼發現了以後 我們跟國安團隊有非常綿密的合作 那麼 爭破整個案件的一個狀況 那麼移送這個司法單位 來做進一步的處理 調查結果發現 這個涉案生產的上司 好像有欠責務 在旁邊樓上出現一萬樓的時 去給中國情報做一個吸收 很多都是因為財務問題被吸收 對國家的安全傷害很大 除惡勿盡 用最重的法來辦他們 法在那裡有問題就抓 教育這些觀念的建立 我們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目的就是希望從積極的層面 去避免我們的官兵 落入敵人的一個陷阱當中 通常報發的單位 所定在部有問題的人 以儘管的形勢來勝人 軍方陷減掉不可以不堅信 在韓國演習之前 沒發到強調案 國防部除了的意外嚴重 也強調的家鄉相關的教育 穩定國軍的層面